在多伦多市中心天际县的巅峰居住 富罕百万湖景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呢 大家好,我是菠斯拉 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处楼花推荐 Sky Tower Pinnacle巅峰公寓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栋楼的地理位置 它的地址也是非常的有名 叫做One Young 那如果您对多伦多熟悉的话呢 央街是多伦多这个城市南北向的中轴线 央街也是我们最长最繁华的一条大路 那我们这个央街一号呢 它是坐落在央街最靠南的一端 临近安大略湖 那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呢 不仅离湖边近 而且呢其实在交通上呢 交通指数步行指数呢也非常的高分 我们走去离我们最近的地铁站呢 Union Station联合车站也仅仅是十分钟的距离 那更为突出的呢是说我们这个地址是直通Pass Pass呢是北美最大的地下城 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惧严寒 哪怕五个月的严寒呢对我们也不会进行任何的困扰 我们直接就能够享受所有的美食餐饮娱乐消闲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公寓的具体的情况 我们很多在时候在那个当堂开着车转呢 都能够见到其实Pinnacle呢 它这栋楼已经在建了 地基已经挖了不少 其实已经开始见到楼高楼慢慢一层层再往上叠加 它是一个妥妥的地标性建筑 因为它的总层高呢是95层 将会让很多周边的高楼呢都被比下去 它将是一个鹤立鸡群的姿态 来富含这些姐妹的楼宇 这是我们安大略湖边远看这个多伦多市区的天际线 那我们这是鼎鼎大名的这个CN Tower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Pinnacle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非常的鹤立鸡群 地理位置呢我觉得它还是蛮优越的 因为它比起市中心两个传统的公寓区 就是我自己经常推荐刚需的人群可以考虑的 一个就是贝街长廊Base Street Corridor 因为有多大的人在附近读书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Kingwise那些高科技公司 有很多那些白领精英在附近工作 那这两个区呢更多的是刚需就学啊 这个工作方便在这两个区 可是呢如果是对生活更有追求 我希望有更多的空间能够呼吸 我能够看到这个美景 看到湖边的这些美景 那么其实往南居住呢是会更理想一些 我自己把它叫做改善型住宅区 那我们的这个Pinnacle Sky Tower呢 湾样就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这边的呢密度会更低 然后不管是街道还是这个公寓里面呢 空间都更舒适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 但同时呢我们又离这个东区的这个科技区也比较近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西北角呢 也有Entertainment District同样各种的什么音乐剧啊 舞台剧啊 这些消闲娱乐Entertainment Show Business呢 这边也都能够在步行距离接触得到 好我接下来看一些highlight的地方吧 就刚才我们提到过了 我们这栋楼是95层高 就这个是对于我销售过的市中心的楼宇来讲呢 绝对是最高的 之前有像舒格沃夫这种75层我都已经觉得令人叹为观止了 那这个呢 相对于75层来讲又高出了一大截 所以如果是喜欢看无边湖景作为美景的话呢 那这个是不二的选择 那我们同时呢 有一个号称5万平方尺的消闲娱乐区 包括它的这个社区中心啊 它的这个游泳池 它的健身房 足足5000平方米 供这栋楼宇里面的这个居民来享用 这个还是胜出了它这种豪华公寓的这个气质 好我分享一下它有的一些户型嘛 我挑一个我自己觉得还比较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3户型 它是一加一 一个卧室加一个学习房 那我挑选这个公寓的单位的这个原因呢 是它是正南 所以如果它楼层足够高 50楼以上就能够看到湖景了 那这是一个刚刚好正南的单位 阳台 我们的这个睡房跟起居室都是朝正南 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 你可以站出去 另外一个我推荐它的原因呢 是说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单呢 也足足有100平方尺 10平方米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居住刚需区的 所谓Base Street Corridor King West 很多时候单都只有5-6平方米 那么这个10平方米呢 如果需要把它作为卧室来使用 是绰绰有余 所以身环是会比较舒适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叫做 改善型住宅区的原因 好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单位 防新图的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楼盘的一些found beds 之前已经提过 其实这个楼现在它不是全新 一期已经早就发售过了 那现在我们再发售的是第二期 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上两个星期推荐的一个Prime Condo 您应该记得Prime Condo作为一个全新的公寓呢 它的那个持价是1450起 可是我们作为这样一个鼎鼎有名的豪华公寓 最高建筑的地标性的建筑呢 其实它仍然是1350起 所以它在价格上反而有一些优势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它的地方呢 是说它的这个定金的方式呢 是本地买家跟国际买家 海外买家是一样的 就是只是定金25% 所以如果我们是海外买家的话呢 反而会比较有优势 这样的话呢 可以允许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杠杆 因为上周讲到说 我们的收益呢 是被扩大的倍数呢 是1除以我们这个定金的百分比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持有阶段 能够有收益的话呢 25%的定金能让我们的收益扩大4倍 那么作为海外买家 绝大部分的楼花都要求 我们交35%的定金 而这个只需要交25 这是极其友好的 最后看一点呢 就是我verify一下 对于那些湖景特别有追求的呢 我们是在50层楼之下 就已经是能够看到湖景了 这里有小点 50层以上 就是无敌的 这个安大略湖景色 交房日期2024年11月 因为这个楼宇非常的高 所以它还是需要一定的建筑时间 对于那些 希望能够赚取增值的朋友 因为我们交完了25的定金 就什么也不需要再说 也不需要做贷款 那么时间足够长 每年都在增长的话呢 反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它能够把杠杆的效用 利用到极致 好 那这是关于这个楼花的一些信息 如果你对这条房产感兴趣 欢迎您火速联系我 锁定属于您的单位 如果您在近期有买房的计划 我能为您夺身定做 属于您的热销房源清单 包括一些案盘损盘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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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